馬利亞颱風將清洗台灣北部 請各位鄉親坐好防台及隨時撤離準備 颱風來襲前 禮辦公室和警銷單位進行社區宣導 如果在24小時累積雨量達到300毫米的黃色警戒時 就得宣導民眾自主疏散避難 一旦超過400毫米就會進行住戶強制疏散 如果不願配合可能會因此受罰 讓居民共同參與了解 就是說當雨量到達這樣的程度的時候 跟我們積極的配合 不要讓我們強制的來撤離 如果你不撤離的話 我們是有罰款的 從5萬一直到25萬 祭出罰則是為了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趕在防汛期來臨前 中山區公所動員警銷學校和衛生單位 舉辦山坡地老舊聚落疏散避難演習 尤其在通北街118項附近的建築物 緊鄰邊坡 過去在瑞伯和納利風災曾發生貪方 成了中山區每年的防災重點 讓我們區域災害各邊組的同仁能夠了解 而且熟悉整個我們在疏散所有民眾的所有的過程 讓民眾都能夠安全地被我們來撤離 每年演習都是依照實際災害狀況進行模擬 希望加強各機關聯繫作業 也希望透過居民的親身參與提升防災能力 真正遇到緊急狀況時才能將傷害降到最低 台北處的新聞 邱世民財保報導